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跨国初击 粤港两地警方联手追查嫌犯 台湾 谁是台湾的 举手 台湾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冒着目减法的打电话诈骗的一个摩点 法律制度的不同来跨国作案 粤港警务合作特别报道 跨国追捕 今日说法即将不出 2015年11月9日晚上20点 印度尼西亚移民局的拘留所里灯火通明 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召开 今天我们要移交给中国警方的是德国电信诈骗团伙的嫌疑人 两个小时后 印尼警方将85名涉嫌电信诈骗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移交给中国警方 为了这一刻我们粤港两地警方在公安部的领导下也是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 在确认完身份之后 所有的嫌疑人被压上大巴 在印尼当地警方的协助下赶赴机场 凌晨三点 一架包机从雅加达机场起飞 飞往中国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这架载着85名嫌疑人的飞机飞向中国 随着嫌疑人的落网 一起特大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的内幕得以揭开 与此同时 内地与香港警方密切合作 联手跨境追捕嫌犯的一些显微人知的细节 也第一次呈现在公众面前 2015年以来 香港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持续增长 据香港警方统计 仅2015年1月至8月 供给法案2000多起 涉案金额超过2亿港币 甲农来定官员的电话电话举报 涉本大约是1.5600多万 高中超过9成的案件 大约1152宗 发生在6月至8月的高峰期 电信诈骗案件的突然告发 让香港警方始料未及 其诈骗的方式手段 对一些香港市民来说 更是闻所未闻 其中2015年7月的一天 香港市民樊女士就突然接到一个 自称是快递公司的客服电话 接到一个电话 快递公司告诉我 有快件是涉及到走私 当时我就说 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 而且是可以查到 出入境记录可以证明 我当时不在现场 不可能记这个邮包 所以我要求要报警 樊女士要报警 快递公司便给了她一个报警电话 樊女士拨通了这个电话 听到了更让她害怕的消息 她说你现在问题 不是这个包裹的事情 是涉及到一个洗黑钱的问题 她就说有一份文件 禁止我出入境的 就是海关的文件 它可以传给我看一看 这时事情变得有些复杂了 樊女士便按照电话里所谓警官的指示 来到一家酒店 用酒店里的电脑上网查看 经过一番周则以后 我开了电脑 开了电脑就是接收邮件 打开邮件后 樊女士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一份通缉令上 这是樊女士想 一定是有人冒用自己的身份作案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樊女士按照电话里的指示 把自己的银行存款转移到电话所说的安全账户里 前后总共是几个小时 我就发现 我的那个在深圳 就是工商行的储蓄户头全部被转走 包括有四十多万的没有到期的定期存款 这时樊女士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受骗了 与此同时 香港警方不断接到类似的电信诈骗报案 他们经过初步调查发现 案件的一些线索涉及到内地 考虑到内地公安机关近年来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于是在2015年8月 香港警方向公安部通报了十起电信诈骗案件 请求协助侦办 之后公安部指示广东省公安厅协助香港警方 共同打击频繁出现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粤港两地警方在打击跨境犯罪方面 有良好的记录 双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很快 广东省公安厅会同中海市公安局 对香港警方通报的十起案件 进行了分析和研判 一类是冒充中央驻港机构的 第二类就是冒充香港的邮政局 或这种快递公司和内地的执法部门的一个官员 来进行这种诈骗 办案人员从香港警方通报的案件入手 结合内地类似的案件 仔细梳理所有的线索 对香港方案的集体案件 我们做了一些详细的这种分析 其实跟诈骗大陆的 诈骗内地的 民众的一些同样说法的案件不差不多 经过大量的调查 办案人员发现 所有打给香港受害人的电话 都是从境外打来的 通过我们这个大数据来分析研判 那么我们最终呢 是发现了近期在香港高发的这些案件 重点就是在东南亚 在印度尼西亚 在菲律宾一带 近几年来一些台湾籍嫌疑人为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为了规避打击 把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窝点转移到境外 利用这种跨国的这个法律制度的不同 还有这种空间的难度来跨国作案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诈骗团伙往往在得手比较大额的案件以后 会着手将窝点转移 随即广东警方将前期侦破的结果上报公安部 并在公安部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协助下 与印尼警方取得联系 印尼警方也很重视 很快开展侦查 那么印尼警方也同意我们 跟他们一起参与行动 经过侦查 警方发现 这个藏匿在印尼的电信诈骗窝点 不仅针对香港居民 也对内地居民实施诈骗 2015年10月 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 粤港两地警方成立联合专案组 奔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配合印尼警方 对电信网络诈骗窝点进行打击 跨国办案对于中国警察来说 在工作文化等多个方面 都存在着不同和差异 我们到了当地国之后 我们是没有执法权的 我们必须依靠当地警方 检方 依靠他们来开展整个执法办案 专案组需要克服种种困难 围绕前期掌握的线索 配合印尼警方展开进一步侦查 一般其他国家 可以这类放弃手法 都很陌生 我们的工作组过滤之后 我们又跟他们 又进行这种反复的这种沟通 解读 经过大量的工作 专案组终于摸清了诈骗团伙 设在印度尼西亚的具体窝点 这次要追捕的诈骗窝点 被锁定在了印尼巴厘岛 印尼警方经过周密部署 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 准备在2015年10月22日 对藏匿在巴厘岛的电信诈骗团伙 展开抓捕 专案组也随即抵达巴厘岛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专案组到达的当天晚上 意外就出现了 在前期的侦查中 办案人员发现 这些诈骗团伙之间互相交叉 互为联系 万一打草惊蛇 几个月来的艰苦付出 也将复之东流 所以我们连夜到了巴厘岛以后 就紧急地约见他们 这个警方的一些高层 就跟他协商这个问题 印尼警方决定提前开始行动 10月21日早上8点 抓捕行动开始了 在巴厘岛的一栋豪华别墅里 印尼警方控制了一批犯罪嫌疑人 我们跟你现在说汉语 就知道我们是哪里来的 听懂没有 台湾 谁是台湾的 丢手 台湾 谁负责 这里 一二三四五个台湾的 是不是 你一进到现场一看 就是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这种猫章攻击法的 打电话诈骗的一个窝点 因为这个有很多电话机 有很多线路 还有很多一些路由器啊 这些就是他们作案工具 这是一座两层的别墅 在一楼不大的客厅里 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 几张简易的工作台上 摆满了电话和诈骗资料 就在警方问话的时候 一名台湾籍嫌疑人的电话 突然响了 在问话中 这名嫌疑人交代 这个电话 是他们的老板打过来的 他们的老板叫阿龙 是台湾人 阿龙每天十点多 会过来不止当天的工作 有点高的是吧 不是几普车 不是不是 没车 那个 那个护照是交给谁 都是阿龙数据 都是阿龙数据 他一般是从哪个方向来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车从哪里来 不知道 不知道 他车你会知道 我车我知道 警方决定 先将外围的警察 撤进房间 然后来个手朱带兔 将老板阿龙一起抓获 那么 老板阿龙 今天会不会来呢 在另一个房间里 桌子上摆满了电话 在靠墙的位置上 有一块白板 请了解 白板上记录的是 各个画物小组 当日诈骗成功的金额 这也是他们日后 按比例提成的依据 其中一个代号 叫坤的画物小组 当日最高诈骗金额 打499万 这些公位 就是嫌疑人所说的 画物员打电话的位置 上面摆着嫌疑人 用来诈骗的画术 这些画术 和通常诈骗案件里的画术 大同小异 除了在这个电话窝点 打电话的这些电话机 线路这些东西以外 更主要的就是我们大量的 我们国内公民的个人信息 不知是之前的行动走漏风声 还是因为电话长期没人接通 这个叫阿龙的台湾人 最终还是没有出现 不过警方在现场的问话 有了新突破 根据嫌疑人交代 在距离这个窝点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诈骗窝点 他们是一个团伙分两个点 两个电话小组 大概是一公里左右 如果直线距离可能就是 五百米左右 随即办案人员跟随燕尼警方 迅速赶到下一个窝点 这又是一栋豪华别墅 装修精致 里面还有游泳池 但从外表来看 谁也不会想到 这里会是一个电信诈骗窝点 现场遍地都是用坏了的电话 由此可见 这是一个已经运营 很长时间的窝点了 谁记账的 你记了 就是你是记账的 负责电话费 对吧 我直接去 直接电话费 别动 在现场查获了大量香港 和内地的公民信息资料 这些信息资料上 标有公民的居住地址 电话号码 工作单位 这些都是诈骗团伙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的 这个就是诈骗团伙的资料 打勾的就是成功的 打勾的就是失败的 打勾的就是成功的 打差的就是失败的 经过清点整理 办案人员整理了几箱 带有这样的标记的资料 我们汇总整理了以后 就是成箱成箱的 这个我们内地的公民 个人信息的一些资料 装了三箱 就是一张纸一张纸的 印尼当地警方将证物封存 并将这些物证和嫌疑人一起 移送到印尼警察总部 好 谢谢 谢谢 他有三箱 涉及到我们内地的案件情况 包括我们现场扣押的银行卡 那么这些银行卡的 包括流水 从里面我们要发现很多相关的 其他的一些犯罪线索 包括我们公民个人信息 我们要核实 我们到底有多少老百姓被骗了 被骗了多少钱 这些都是要迅速开展的工作 20天后 也就是2015年11月9日 晚上10点 中国警方与印尼警方进行了交接 在确认完嫌疑人的身份 和清点完他们的物品后 凌晨2点 将所有的嫌疑人 押接上了从中国飞来的包机 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11月10日 北京时间7时58分 警方押接嫌疑人的包机 抵达广州 这次粤港两地警方联手跨国行动 共抓获嫌疑人85名 缴获涉案银行卡 账本 手机 电脑等物品一大批 查扣赃款103万元 经香港警方初步的调查所得 这次诈骗将他人的钱款占为己有呢 扮演的角色是公安局 他对香港居民是诈骗 他光说普通话是不行的 越港警务合作特别报道 跨国追捕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据香港警方透露 这次设在境外的电信诈骗窝点被打掉之后 当月香港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量大幅度下降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些嫌疑人他们是怎么来到印尼巴厘岛的 在国外又如何开展实施诈骗的呢 在广东珠海第一看守所 我们见到了嫌疑人小丹 小丹今年32岁 海南海口人 小丹说 他加入诈骗团伙 其实非常偶然 小丹原来在海口做小生意 由于经营不善 生意失败了 还欠下了一笔债务 有一次 小丹在酒吧认识了一个台湾籍的男子 这名男子非常热情的给他介绍了一份 去国外星级豪华酒店打工的机会 出去工作的话 一个月 理薪在提成差不多有一万来块钱 等你坐个两三个月回来 也有三四万 听了这个台湾人的介绍后 小丹心动了 等小丹办完签证后 台湾人给他买了去印尼的机票 当小丹到了机场准备登机时 却意外的见到了自己的妹妹 我们要登机的时候 所以我要出去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跟我是同一班飞机要出去 就是不同的介绍人 但是去到同一个地方 原来小丹的妹妹 也是听了一个台湾人的介绍后 准备去往印尼的 就这样 姐妹两个带着发财的梦想来到了印尼 但是一到住的地方 小丹就觉得不对劲 我看到 就听到别人打电话 看到那么多人在工作 我一看到这个现场我就知道是做什么了 小丹说 一开始他也曾拒绝过 他说要送我回去可以 要我给一万四 一万四的机票钱 他说那你给我做到一万四啊 你做到这么多钱我就放你回去啊 人在国外又没有钱 小丹和妹妹 这时只能听从这些人摆布 而且他们的护照 手机都被负责的台湾人收走了 我们就被关在一个房子里面 你出不去 也有男生往外面逃过 翻墙出去 但是被他们抓过来后就打得特别惨 经过威逼利诱 小丹最终成为诈骗团伙的一名一线化物员 在巴厘岛 小丹所在的这个诈骗窝点里 还有很多从国内被骗来从事诈骗活动的人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者都是台湾人 他们在幕后组织操纵整个犯罪实施 并在国内安排专人负责组织招募 这个身体有残疾的嫌疑人叫阿和 江苏常州人 今年51岁 他是警方在巴厘岛抓获的嫌疑人中 年纪最大的一个 阿和不仅腿部有残疾 而且还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 就是这样的人 居然也被诈骗团伙的招募人员相中 我说我能干什么 我一个残疾人我能干什么 他说反正能适应你的工作 但是他具体没讲什么工作 但是我认为呢 像我这样的人只能看看门 等到了印尼后 他们也是先把阿和的护照收走 随后就培训他学习诈骗的话术 由于阿和年纪大 又是新手 一开始并没有诈骗成功 负责管理他的台湾人 便惩罚他抄写诈骗的稿子 这个稿子不是好抄的 这个稿子十遍 你是什么感觉 一百多个字 一篇稿子一百多个字 十遍 要一千多个字 九点下班 一直抄到一点 你不抄 你就不能睡觉 什么时候抄完成 什么时候你睡觉 我看到这个抄稿 这是我就头疼 就这样 这些被诈骗团伙 从国内招募来的人 被关在房间里 专人看守不准外出 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电话 有时为了对香港市民实施诈骗 诈骗团伙 也会招募一些会讲粤语的人 对香港实施诈骗的呢 他还有一点跟内地不太一样 就是这些反对嫌疑人 必须要会说广东话 因为他对香港居民实施诈骗 他光说普通话是不行的 阿诚今年31岁 广东珠海人 他就是诈骗团伙 专门从广东招募来 专门针对香港市民实施诈骗的 阿诚在诈骗团伙里 担任二线角色 就是冒充公安人员 我们本人就负责二线的 扮演的角色是公安局 据阿诚交代 他们冒充公安 法官 检察官等执法人员 编造受害人 涉嫌洗钱 贩毒等刑事案件 并伪造通缉令等 用威胁恐吓等方法 让受害人感到极度的紧张和恐慌 我们所说的什么呢 群众他们的有点害怕 因为毕竟民众他们是不懂得这些法律的 你说你没有做过 那我们就依照我们公安局的口气这样 来去让他们去配合我们公安局这边 就是这样说 指挥他去银行那边去做卡里面那种转账的 在诈骗过程中 也会有一些受害者对诈骗分子的身份产生怀疑 但是这个时候 诈骗团伙就会使出另外一个杀手锏 改号软件 改了之后 让他们去查114 114客服这边呢 他们也会再核实一遍 问他这个号码是哪个单位的 他们核实之后 他们就相信了 他们都会如实地申报他的个人财产 就这样把他骗到手了 当时香港的樊女士 也曾经对电话里的公安人员产生怀疑 诈骗团伙就是利用这个方法 让樊女士深信不疑的 那我就问他 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是公安 他说那你打114 好 我再打114 114给我的电话就是这个电话 那我就信了 一旦受害人相信 诈骗分子就会迅速指挥他们进行转账 把所有的资产 转移到他们所谓的安全账户里 从而成功得手 幸好随着警方行动的结束 这些设在境外的诈骗窝点被打掉了 而这次粤港两地警方的联手行动 有效地遏制了香港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高发 在此呢 我们本国警方呢 就再次感谢公安部 广东山公安厅 就打击 跨境跨国 电话 电话集团的全力支持 和配合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 是公安部刑侦局的副局长 陈世祺 陈局 您看这个案子 是广东香港两地的警方联手 在境外 等于是进行这个执法合作破获的案件 对 那我们知道这个香港跟内地 它的法律制度是不同的 那在这种法律制度不同的背景下 两地警方怎么合作呢 他们依赖的这种合作机制又是什么呢 香港和内地 在法律上确实是有差异的 但是在打击犯罪方面 开展合作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长期以来 在公安部的授权之下 香港和内地的警方 建立了一系列的情报交流 和定期会晤的机制 特别是因为地缘关系的原因 香港和广东警方 在合作方面 一直是非常顺畅的 它建立了很多的合作机制 警方不同的部门之间 都有定期会晤 而且有情报的交流 一旦是有发现需要 香港和广东警方 联动来开展行动的时候 他们可以直接联系 然后迅速地开展这种打击的行动 给这些犯罪团伙 应该讲斩草出根 效果是很好的 那像这个广东和香港警方合作 对于破获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电信诈骗这类又是地域性 又有跨国性犯罪的 这样的特性的案件 你觉得提供了哪些的宝贵经验呢 它是这样 有一些犯罪 它是必须是香港警方 和内地公安机关联手 才有可能把这个案件办下去的 就拿电信网络诈骗来说 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它把窝点设在了印度尼西亚 但是它背后操纵的人 是台湾的犯罪团伙 它雇用的一线 不打电话 这些行骗这些 很多是大陆居民 大陆的犯罪分子 在受害人既有大陆居民 也有香港居民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内地公安机关 香港警方 包括印度尼西亚的警方 三方共同采取联合的行动 才有可能摧毁这个犯罪团伙 针对香港电信网络诈骗 方案上升的趋势 内地公安机关 今后将采取有效措施 协助香港警方 对被诈骗的这些账款 争取能够紧急指负 而且要铲除这些犯罪团伙 追赃返还香港的群众 是不是自打香港回归以来 这种执法合作越来越多 而且将来还会越来越密切呢 对 香港回归以来 内地公安机关和香港警方 开展了大量 拙有成效的合作 在打击严重暴力犯罪 毒品犯罪 侵犯财产力犯罪 包括电信网络诈骗方面 都摧毁了很多的犯罪团伙 有效地保障了香港居民的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 近年来公安机关一直在加大 防范和打击的力度 这次粤港两地警方破获的系列 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再次表明我国公安机关 在国际地区之间的警务合作机制 日益成熟 这种合作最终的目标 就是要让电信诈骗者无处遁形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都要将他们绳之以罚 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 感谢陈局长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收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